在本视频中,您将学会在深水区游动 学会这个技巧,您就可以在不同深浅的泳池内游动 并且开始学习不同的泳姿,比如挖泳和自由泳等 您将需要一根福利棒 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建议您练习的时候有人陪同 在深水区游动的练习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在浅水区练习 然后借助福利棒练习 最后在深水区练习 步骤一,在浅水区练习 请屏住呼吸,双手抱住小腿,全身没入水中 此时,由于您的肺部充满空气,胸腔就像一个气垫 您的身体就会漂浮起来 如果呼出空气,您就会感到肺部变空了 身体就会沉下去 步骤二,借助福利棒练习 您可以走到更深一点的地方 水大概没到腹部 然后把福利棒横置于胸前 双臂夹住福利棒 然后滑动双手和双腿在水面游动 最后,在深水区练习 当您的动作熟练之后 可以在深水区进行练习 面朝下潜入水中 滑动双臂和双腿向前游动 您可以双臂轮流滑水 就像狗爬式那样 或者也可以双臂同时滑水 最后总结一下 在深水区游动的练习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在潜水区练习 然后借助福利棒练习 最后在深水区练习 现在您就学会这个技巧了